神的爱和恩典 但是我还是要鼓励你 真的不要用恩典365 代替你每天的领袖 打开圣经 自己读圣经 你会发现 透过圣经 神要给你的 远远大过 神透过别人 所能够说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正在面对些什么 但是主知道 主超越人生能做的 上帝祝福你 这段时间我们读挪亚 你要不要试试看 也打开创世记 跟我们一起来读 不只是听 我相信你也会有 很多好的领受 我也鼓励你 如果你有很多 同样的一段经文 你有很多很棒的领受 你也可以写给我们 让我们彼此一同来分享 神话语的丰盛 过去几天我们讲到说 挪亚这个家里 其实透过挪亚这个人 我们有很多很棒的学习 但是这一系列叫做 一人失足 换句话说 即使是一个在上帝的眼中 近乎完美的一个人 他仍然有跌倒的时候 仍然有摔跤的时候 谢谢主 一方面 这告诉我们说 圣经从来不美化任何一个人 而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在别人的失败上 我们学见解 学教训 挪亚在整个洪水过后 她出了方舟 然后完成了神给她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为这些世上的 这些有生命的动物 有生命的人 留下与种来 这是神的爱和恩典 做完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神经上讲说 她开始去种葡萄 然后呢 就结葡萄 然后用葡萄就酿酒 然后她就在自己所酿的酒中喝醉了 后来其实有一件很不好的情况发生 我求主帮助我们 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见解 就是成功之后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 一位长辈所说的话 给我很大的提醒 她说一个人成功之后 能够不骄傲 就赢了两次 第一次赢了你的敌人 第二次其实是赢了自己 因为人太容易骄傲了 一骄傲成功之后 骄傲的很多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放松了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 很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 战战兢兢紧紧紧抓住神 一点都不敢放松 但是等到那些最困难的情况过了 开始觉得 现在没问题了 放松 放松就很容易放肆 什么叫放肆 就是做了那些 其实你很严谨的时候 你不会做的事 你其实非常战兢的时候 你不会这样说话 你不会这样做事 你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一放松了 就随便咯 放松就放肆 而放肆 很容易带出来的 就出事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在圣经里 看到好多的人 扫罗刚刚出来的时候 战战兢兢 谦卑得不得了 等到做了王之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大卫在面对 哥利亚的时候 在面对扫罗 对他的追杀的时候 何等的谦卑 何等的谨慎 何等的紧紧抓住神 但是当这些大的征战 都过了之后 拔世八的世界 为什么会出那么大的事 因为放松了 放松就放肆 放肆就出事 挪亚这么好的一个人 圣经上说 他在当时的世代来 根本就是一个 几乎完美的一个人 一个很完全的一个人 一个神眼中 在那个世代来看 绝无仅有的一人 但是像这样的人 在他成功之后 还是摔了一跤 我觉得今天 主把这个见解 放在我们中间 我祝福你 今天做很多的事情 都做得很好 很成功 但是主预先提醒我们 成功之后 不要骄傲 成功之后 要归荣耀给神 成功之后 不要放松 不要放肆 祝福你 不会出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